今天我们来到佛山延部的这条街叫 直街 听说这条街曾经是 好像广州北京路那么繁华的一个地带来的 但是现在就变成了好像90年代很坏旧很市井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一个曾经很威风的大哥 变成了一个很和外的大叔 而且这里的店其实都感觉很守旧 在我身后就是高楼大厦来的 但是这条路还很流传我 以前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去一间店 然后那间店是吃甜品 但是听说很多的轮舍街坊都会带包衬的 老婆去哪里吃啊? 因为我真的没有意思 因为很小的时候就来这边吃了 然后我吃就吃习惯了 你第几次过来吃啊? 吃呢? 你吃呢? 你干月牌比我更大啊 二十多年都是你跟来的 是我朋友老爸跟人进的 就是外府手里面交给你做的 听老板说的你是熟客来的 那我们也挺肯来这边吃的 是呀 我不想过他走出来 当然从这里到这里吃东西 都很多的 这些街坊 数多二十多年都是转来转来转来 那些人不仅是越过 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入到来 他打完他 知道他这边已经核定了 有些真的在我肚子里面都吃了 吃了 吃了 吃了椰子 看着他打的 我们都还没点菜 点单 他就 四碗送了 蛋 大海腊二米腐竹 南北肯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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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有关注我们吗 有的 有关注了很久 你知道吗 你现在可以怎么说 刚才说我给你听 就是想提醒大家 就是这里不仅是有这些烂饮 那还有一些糖水 炖汤 和好煲的猪脚竹 还有一些比较普通的甜品 还有一些小食 譬如说餃子 各种糕点 和他们比较出名的博策 还有粥和可粉 真的很多东西 就是这么小一间店 可以做到这么多东西 都是一个自己做的 对啊 做了这么多年 从我们小到现在 他都没变我们变了 这些是以前鲜饮的 对 以前是一个白色的糖水 很少喝中 对 大海腊二米腐竹 是一种毒药 鲜饮为敬 鲜饮为敬 所以大海腊就是这些 这些胶质的东西 哦 它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 海石花 研磨 类似这样流质的东西 有点大胶的口感 还有呢 二米它可以去塞 所以我们在广东这个地区 我们会比较喜欢吃东瓜 二米 再试一下 看起来好像这个汤 很清淡 它呢 很实在 实在到呢 就这样 整个雪梨 这样 冻在汤里面 所以呢 其实 那些汤有点滚 清甜 但有点酸酸甜甜的味道 它虽然说是汤 但是我觉得它更加像糖水 再试一口这个雪梨 入口即化 不是说笑 但是很自然的味道 它的感觉很漂亮啊 它的感觉 比较滑 有点像豆腐花的感觉 但是会比豆腐花的省味甜一点 正啦 它们一早开工 就开始煮 因为竹底要熬 要熬过竹底才出味 因为我们加了一些秘方 那些竹底很绵 很绵 然后呢 花生糊头 拿肉 都有它们各自的香 但是不会抢了各自的气 然后可能我刚刚吃一味 都是在吃甜的 所以突然之间来一口咸的 就突然之间觉得 哇 这一口咸的酱 那你觉得这里的东西有没有贵了 可以了 很便宜 没什么贵 我还不太便宜 是吗 又好吃又太吃了 我们都不会点性价 因为我们价钱都很便宜 因为他们显到我家目标 我们的性格都是五王子 五王子都很便宜 第一个部位 在我外国 就是往前北村那边 在香港口做的 又是面临到拆枝 才能够拆枝 到我们这里 牛肉酸我子 老师,那间生鸡是哪里? 这里下一点就是 有没有想到完成的问题? 有的 所以我刚才在这里看我 有一个老公女的 你大姑娘叫什么? 我女儿现在叫做红色 是年级 不怕辛苦吗? 不怕内衣 如果是当中的辛苦的模式 这样经浪 就不会很辛苦 老师很有趣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只喜欢大秋 不喜欢我 你真的见不见到大秋? 你看到你们就帮我打包 不如加盛大秋20份 好吗? 其实这里的整个街铺 给我的感觉 都是非常之有亲切感 包括来到这里吃东西的街坊 都是非常之亲切 好像你身边的隔壁车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情感的牵本 还有还有以前的味道 如果你是想吃到一些 比较没有添加剂的东西 比较家庭作方的东西 比较怀旧情怀的东西 就真是可以来这里试一下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搬迁 但幸好的是 他在北原厨仔附近 开了一间一样名的新铺 各位记得关注我们品城记 不要错过我们每期的更新 下次再见 拜拜